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传统美法经营之路 其实大家有什么想法? 就是传统,即是创新 那传统是什么? 传统就是开店铺 请一些比较有名的师傅 有一堆学徒 这样去做客人 你收得这么贵 你跟着这些熟客就知道 有些熟客如果不认识你的 他为什么知道你收得这么贵? 差不多是这样的做法 通常你有一间餐厅 为什么他收得这么贵? 为什么他收得这么便宜? 通常你都会说 因为他是director 他做了很多年 他有很多客人 所以他有这个价钱 或者他是星级发型师 他是明星发型师 他帮个什么做过头发 他常常在雜誌、电影、 hair show 上露面 所以他就要收得贵 这个我们叫做传统的经营模式 我们可以叫做轮支排备 总之你早进来 你30年前入行 你现在就收得贵过新人 这是一个传统的模式 如果是一个创新的模式 就不同 你会见现在市面上 有些沙罗是专门 是专门帮客人票头 做highlight 就是专科去帮客人做 那些很新潮的颜色 有些是很专科 帮客人铲头 是那些很荷兰色 很英式的barbering 我相信收得很贵的 还有有些是很专门 帮客人做treatment 还有他们做treatment 真的不是放东西在头顶上 帮他拿个steamer steam着头 焗20分钟 冲水那些 是很专门的 其实这一类东西 我都会列为是创新的 为什么今天要用这东西来说呢 因为除了传统和创新 其实里面包含着很多东西的 包含着制度的规范 很多东西的 那这些就要交给Linda姐 你讲一点点的 因为现在的世界实际是走得很快 科技是不断它的创新 但是是给人类用的 那好了 人类用创新的东西 然后就多了很多韩国业 出来了 美法界 美法业来说 是一个很传统的服务来的 那现在呢 在未来来说 我也都可以肯定 是 除了有新产品之外 都是很多科技 会摆下去的 嗯 嗯 那我刚刚才呢 前两天呢 就看到一个头皮的分析机 那它是可以呢 幫你量一下头发有多粗有多幼 和一个平方的CM里面呢 有多少条头发都帮你扫完 那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产品呢 是认为而生 因为 首先呢 是很多人都头发 以前呢 是50岁以上才都头发 现在已经去到 十多二十岁都头发 那所以现在头皮的生发的市场呢 哇 真是很爆炸的 那刚才Linda姐说的都对的 其实很多很新域的东西 和我们未必知道 因为我们所透过的资讯 去接收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东西 都是在互联网那里 和大家可能看不够远 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 就专看马来西亚的东西 可能会看外国的东西 就是一些时尚的东西 所以其实有时我们在这个Live里面 最大的好处是 大家可以怎么讲呢 叫做学术交流 可以交流更多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东西 台湾来说 应该在13、14年前左右 他们开始去摸索 这个头皮生发怎么做 那大陆就很新鲜 都是近六、七年前左右 就开始有头皮 现在变成了大陆里面 他们研究自己的市场 自己的生产品 自己的新科技 一个品牌 我们在两年多 已经开了五百多间 头皮护理 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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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在中国的市场里面 是指于剪头发、染头发、垫头发 他们的研究就是说 消费者有需要 消费者要解决问题 这个角度去看的 以前就是推时尚 推时尚 什么梨花头 有个梨花 之前就是什么拉席 赴利子 那时候是用潮流来推广的 他又因为那个负利子 其实我大概有20年前 初次接触到 他们因为 对于那些天生乱发的人 有这个需求 所以日本就创新 就去发明这个药水出来 和这个技术 这个这样的数据 其实是上个月 Sicky她给我一点点的意见 Sicky她跟我分享 在大陆有90%的salon 的人会用大众点评 美团推广 因为真的会带到很多 很优质的客人 来到生意那里 就是说是用 那叫做是用互联网 去怎么去推广的生意 还有她也有说 用微信来营销 因为微信的功能很大 会锁住客户的一个工具 那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创新的东西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看到很多 SALON 他们为了要做新的人客 他们还在搞很多我们叫做削价战 就是她做很多套餐 就是说剪面 剪较价 是的 就是那些客人会因为你 做促销而来找你 那我希望呢 大家再推前些 去设想一下未来 应该一条路怎么走 你设置两年啦 四年啦 我觉得这个是必需要的 无论你是做一个发言师 那你现在24岁 那你刚刚学了一些技术 你可以做师傅 那你应该要上更远的未来 譬如你现在收到200元的 那你要撤上我要收500元 我什么时候可以收500元一个头 那你要具备什么条件 那你到时就可以实现了 是不是? 不是睡醒觉 200元就变成500元不行的 是吧? 要做很多的准备 这个是一个比喻 那做生意就是了 现在开一家 三年之后 可不可以开第二家呢? 那你又要做准备 要一个计划 是的 没错 还有时间的控制 目标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是叫做仿客为主Live Talk 第10集 那我们一共是做了10集的 那如果你们之前 没有看过我们的几集呢 欢迎你回到我们的 AHMA Hair Council 或是AMA Hair Academy 或是一目俱乐部呢 去看回我们的重播 那大家继续加油 那Alan呢 你要加油了 我陪你讲话了 哈哈哈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